釣魚 釣魚就是其實讓我們享受在大海之間的懷抱 大部分的釣魚是來休閒的 並沒有想說我一定要釣到多少魚 1月22號的時候 很多釣魚有反應 海巡的部分告訴他們說 魚港開始不能釣魚了 在民國95年的時候 漁港法通過了 每個漁港必須讓開放民眾釣魚 那我希望說相關單位能夠依法執行 希望是說能夠跟漁會代表 跟漁民 跟相關的人 跟釣客 跟政府機關 大家坐下來一起討論 把這個問題一起解決 我們帶個小孩子到漁港釣魚 有時候是小孩子愛玩 玩個一兩個鐘頭玩完很開心 大部分都跟朋友一起來來釣魚 把他看海這樣 海很漂亮然後吹個海風 不停說你不停說什麼 回想說什麼 扁扁扁扁丸 我是吉人區魚的總檢所 我到現在應該是最好的第五年 我也應該說我是第一選 那邊有什麼反對 因為你們釣魚的地方 可能有問題 他就設一個魚 他也都跳在亞民的地方 今天 如果鑿鑼巴巴那裡 還要去哪裡 所以說這很多問題 今天虛有正處的 是要開放重點 虛民正處的是 你開放不要影響重點 大家退一步 冷靜來思考 你要對他 所以說 我今天希望大家 是一個冷靜 一個開放 願意來討論這個問題 我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業室署長龐宏 我們全國有22個漁港 其中9個是屬於第一類 有中央主管 其他有213個 都是地方主管 漁港定定到現在 我們已經開放18個 但是我們理解 我們釣魚朋友不滿意 覺得這個樹木灘太少 希望前面能夠開放 那我們希望未來達成 第一個就是 我們漁船不影響我們漁船的作業 而且對我們釣客 也可以很自然的可以垂吊 周遭的衛生管理 也能良善的管理 那我想對政府也好 對於我們釣客 對於遺傳作業 算是一個山影的極面 我們樂見未來 這樣的一個發展 我們要給他們釣魚石 所以我們做了這個欄杆 你有成果出來 你就真的必須是 怎麼去執行 怎麼去管理 對 發露子就這個鐵鐵鐵鐵 鷹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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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吃 對四人 Kawaii 謝謝 請 iceberg